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每次买完新衣服之后 这个吊牌啊都舍不得扔 然后就越堆越多 越堆越多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但是 只要将这些吊牌 好好的排布一下 它们就可以成为一面很好的 装饰墙 哎呦 what up 这里是萨拉包 萨拉包 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出去游玩的计划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面告诉我 至于我的话 应该就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待七天了 毕竟出门 我感觉看不到什么山水 你只能看到人山人海 言归正传 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近期的购物分享 但跟以往不同 今天的内容非常的杂 生活用品 数码产品 服装配件 玩具 都会有内容不较丰富 大家可以慢慢观看 当然也不要忘记 点赞 首先要分享的就是一块 我最近购买的 用于收纳吊牌的软木板 因为我觉得我的办公桌前面 这一面白墙有点太空荡荡了 我自己又是一个极反主义者 再加上我片头说的 我收集了非常多的吊牌 想要给他们一个展示的空间 所以就买了这一块软木板 那它的尺寸是120x80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空间选择不同的大小 然后软木板上面的排列 我也是小小的设计过的 有些朋友就把它堆得很满 很密很杂 我觉得就会有点影响美感 我自己是总结出来了三个要素 就是既要整齐 又要有不规则 最后还要有适当的留白 这三者结合到一起 就会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 我的吊牌排布是非常整齐的 但是我又尽量挑选了 不同的颜色形状以及大小 来组合搭配 但是如果一面墙上全是吊牌 我觉得又少了点意思 所以我又给它加了一点别的元素 比如三角旗 飞盘 玩具 徽章等等东西 最后出来的整体效果 我自认为是蛮不错的 乱中有序 既有观赏性 又有一定的收纳性 第二件要分享的是一个 每天都跟着我的电脑包 来自Moft 这个电脑包看着挺普通的 但我用了半年之后 感觉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首先虽然是PUP 但是它的这个面料质感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墨绿色也非常好看 但是有一点我不能理解的是 它们现在新出的新款 竟然把这个墨绿色取消了 其次 这个电脑包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在于它可以变成一个电脑支架 而且提供了15度和25度两个角度 对于我这种经常要在外面出差 以及办公的人来说非常的实用 而且它的固定方式是磁吸 我相信直男肯定都拒绝不了 磁铁吸附在一起时 啪哒 那一声 最后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收纳性 它的背后是用了一块 这种有弹性的潜水布 所以虽然平时这个包看起来 就是薄薄的一片 但实际上你要装一个充电器啊 拖展屋啊 什么的都是可以装得下的 最后在这个包的背面 我自己是用笔写了一行乔布斯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之若鸡,虚心若愚 这也是我的座右鸣 对,但就是有点遗憾 我把它写歪了 没有剧中 强迫症看着有点难受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最近买的玩具 首先是一套猫和老鼠的玩具 来自Medicom Toys Medicom Toys是一家日本的玩具公司 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单品 就是Bearbrick 不过我买的是一套我的童年回忆 相信也是大家的童年回忆 猫和老鼠的玩具 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在里面Tom和Jerry经常会相互打闹 然后就钻到什么容器里面 或者被什么东西压扁了 然后出来后就变成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 而这套玩具 也就是把这些经典造型给复刻了出来 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一套里面一共是有六个形象 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楼梯造型的Tom 之前也有一个很有才的人 把这个造型做成了地毯 同样也非常的好玩 然后就是一个超大的左腾像 之前在上海探店 这期视频里面给大家科普过 左腾像是日本左腾制药的吉祥物 买药送玩具是他们的一种营销手段 其实就是为了哄小朋友吃药 同时它也是一个存钱罐 因为是给小朋友玩的 所以造型做的也非常的可爱 现在非常受一些中古玩具爱好者的欢迎 平时大家比较常见的是棒球系列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探险家的系列 虽然我自己不太玩户外 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户外的造型跟穿搭 谁能想到我买玩具是因为它的穿搭好看呢 然后一般都是这种10厘米或者15厘米的小个子 我是买了一个大的30厘米的 比较适合当做家里的一个摆件 接下来再分享一个帽子来自Beams的美式复古支线 Beams Plus 关注我比较久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之前买过一个Beams Plus类似款的物片帽 那这个帽子我的佩戴频率真的是太太太高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帽子在打折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地下手了 那这个帽子同样用的是拼接的设计 但不同的是它用的是百分百的羊毛 然后上面的拼接图案 也是用了不同的牵鸟格格纹以及人字纹 整体会更加的有复古感 但其实全羊毛这个材质 直接接触皮肤是非常扎的 但它还是比较贴心的加了一个内衬 所以实际配戴起来舒适感还是不错的 不过五片帽这个帽型真的非常挑人 比较适合头小一点的朋友戴 那我自己是头尾偏小一点 所以戴上还是蛮适合的 然后要分享的是一个朋友送的礼物 来自The Arch跟Jim Lab联名的黄铜储物盒 The Arch是一家来自东京的小众品牌 专门做各种各样的黄铜制品 那这个东西说它是储物盒 但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的 它其实是一个用来装药的药盒 拿这个东西来装药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 但我自己平时也不吃药 所以我就是出门的时候会用它来装一些容易丢的小配饰 小手势之类的 它的外圈是用了一根牛仔裤上面的赤耳包边 然后黄铜这个材质是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 而产生一些划痕并且氧化 可能我真的是年纪大了 我现在喜欢这种带有一点岁月感的物件 那视频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两件数码产品 首先就是这台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黑胶唱机 来自铁三角的LP120X 买完这台机器后 很多朋友都过来询问我黑胶机选择的建议 我个人的结论是 入门新手小白 选择铁三角的基础型号LP60X就已经足够用了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也是一个小白 我当时买这台120完全是冲着它的颜值去的 它的外观是复刻了60到7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台黑胶唱机 所以外形也非常的复古 但到手之后我发现我买黑胶唱机 主要就是为了听歌以及装X 或者占比更大 对于不玩音乐也不搞DJ的人来说 这台机器上面的一些额外功能 像这个什么速度调节什么的 我们完全用不到 但是我们却要因此付出更多的额外的那一份钱 现在一台全新的LP120X价格要去到3000到3500的样子 当然我买的是二手的 1900块 而LP60X的价格差不多在1000块左右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发烧友的话 完全可以把这部分的钱省出来 把它投资在买唱片买音响上面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然除了颜值之外 这台LP120还是有一个优点的 就是它是手动操作的 比起LP60的全自动操作 我觉得手动把这个东西放在碟上面 会更加符合黑胶机的那种遗失感 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期视频的收音音质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 来自索尼的ECM-WRBT 如果你有用相机拍过视频的话 肯定会跟我有一样的经验 那就是辛辛苦苦拍了大半天的视频 却发现相机的麦克风线没有插牢 而这个麦克风最大的优点 就在于它用了索尼的数字音频接口 只需要将热靴这么一插上 它的音频就连上了 真的特别特别方便 我只能说五个字 索尼大法好 然后这个麦克风其实是一套 接收器加无线麦克风的组合 并且在接收器上面也是有一个麦克风的 所以像我平时拍摄要采访别人的时候 就能同时录进去摄像师 以及被采访者的声音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数码博主 更详细的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以及对比一下 这期视频的音质 有提升的话就在弹幕上面扣个1 没有就扣一个2 OK 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应该是我做过类目内容最杂的一期购物分享了 但其实除了穿搭跟服装以外 我也想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我其他方面的爱好 毕竟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嘛 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就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记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三年一波 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